當然不滿意啊 光是那個驗 就是驗那個毒品的那個 隔那麼多天那根本就驗不到啦 橫查太慢了 我是希望政府真的要該做的事情 就是沒有任何家長放心的 要公開透明的話 資訊這樣子在私下的 就是只對部分的家長做說明是不夠的 歡迎收看今天486的街頭全民調 新北市幼兒園為邀案 你怎麼看新北市政府處理的態度呢 看他怎麼說 橫查太慢了 我是希望政府真的要該做的事情 就是沒有任何家長放心的 就希望不管是市長也好 市府的團隊也好好做事情 要公開透明的話 資訊這樣子在私下的 就是只對部分的家長做說明是不夠的 當然不滿意啊 光是那個驗 就是驗那個毒品的那個 隔那麼多天那根本就驗不到啦 沒有效果 至少要跟大家交代 我覺得有一點遲 這很誇張啊 確實是很誇張的事情 覺得不該發生 這樣是既然發生的 就應該要知道說 到底潛運報果是什麼 我們要把它查清楚才是 應該要有懲處這樣子的話 會有一個警惕的效果 如果以家長來講 當然不OK啊 對啊還是要查清楚 我自己是保姆 我多次我跟社會局 因為我們保姆都要上課嘛 那我多次跟社會局反應 就他們社會局的來 來上課 我跟他們反應 可是他們說 因為沒有發生危險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處理 對那可是他已經打小孩 編長非常的嚴厲 他的老師一直在換 其實新北市很多的 幼兒園的園長 都知道這件事情 包括 他也有幾個老師 也曾經在那邊待過 也跟他反應過 然後他透過他們的幼教協會 似乎也都沒有辦法 有什麼動作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會體罰孩子 可是園長打喔 那個是一個非常變態 園長有問題 我覺得他應該是 心理上沒有很大的問題 我自己親自都跟 跟那個社會局 他們在幫我們上課 我跟他反應 每次有上課 是社會局來上的 我就跟他們反應 他們說 因為沒有發生事情 我們不能介入 這個基礎問題 你不解決 大問題的時候 你要解決 那其實救不了